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样的叶子黄了是正常的 因为最近我发现很多朋友询问有关黄叶子的问题 大多数情况下都属于正常的现象 所以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想知道叶子黄了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它黄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叶子主要是用来做光合作用 那么它产生一种叶绿素 那么这个叶绿素就使得表现出这个叶子是绿色的 如果这个叶绿素的合成变得少了 那就它就开始变黄 叶子实际上就像人一样 它在年轻的时候 它的这个分泌叶绿素的能力就很强 但是它在生长过程当中 它很小 那么这生长过程当中 它需要很多的比如说铁啊 镁啊 这些微量的矿物质 那么这些物质有的时候会跟不上 就像小孩一样 它缺钙的现象 就跟不上 跟不上 这时候它会出现一些黄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润叶子有点黄 那这个黄呢 它属于正常现象 一旦它长大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它分泌叶绿素的能力就开始降低 那么直到如果再有什么阳光不足 或者是水分不足 或者是微量原始不足的情况下 那么这些老叶子就会把短缺的这些水分 或者是微量元素 把它们分给新叶子 供应给新叶子用 那么老叶子就开始变黄 看到的 那么我们这个葡萄 那么下面的叶子就开始逐渐变黄 那上面是绿的 那就是这也就是说 下面的叶子变黄了 上面的叶子始终是绿的 而且新叶子是一种阳光绿的 那种很嫩的那种叶子 那么应该是正常的变黄 来我们看这个豆角 那么嫩的叶子 那么都是浅黄的颜色 如果我们看下边的叶子 那么都是绿的 深绿的 这是一种正常的黄 没问题 那么新的叶子很嫩的 黄有一点 那么老的叶子 绿 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那么我们这颗黄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叶 有一点点黄 但是上面没问题 那么这个也属于正常现象 因为什么 因为它老叶子 见阳光少了 那么它就会变黄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在边部开始黄了 实际上它还有一点缺少微量元素 那么怎么办 怎么办 拿掉它 怎么办 对 为什么要把这个黄的底下的叶子 要拿掉它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节省 这个微量元素 让这些微量元素 逐渐地给这些 上面的新生代用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很多都属于正常的黄 那么什么样的黄是不正常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叶子 如果它在边上开始变黄 然后逐渐往中间发展 实际上这是一种缺甲的表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颗扶手瓜 因为扶手瓜的 它的藤子长得特别的疯狂 净干需要长得很多很多 而净干长的时候 它最主要需要一个甲肥 那么甲肥呢 那么就会容易缺乏 那么因为它需要量大 那么而土壤里边的甲呢 都是有限的 那所以呢 它就会产生这种 很容易产生缺甲的现象 那么实际上 同类一类的植物 它们都容易产生缺甲的现象 因为需要量大 那么如何知道缺少微量元素 比如说缺钙 缺铁 缺芯 等等 那么我有一个视频 那么欢迎大家去浏览观看 我会把连结放在留言部 那么在上一次我谈到弹铃甲的这种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叶子黄了不一定就是出现问题 有可能是自然的退化老化的原因 不要紧张 那么如果要是真正黄了 那么上下有出现问题了 那么可以观看我 几个有关叶子黄了的系列视频 那么找出档案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您的小小的一点举动 就可以帮到我们去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